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幼幼在生日當天帶糖果 這假設是糖果 假設裡面有N顆糖果 到學校請同學吃 他說若每人5顆會剩下2顆 那也就是說 我把N除以5的話 剩下2顆 也就是說 N可以寫成多少呢 寫成5Q1好了 這Q1就是酸 就是說 N除以5 它的酸是Q1 魚數呢 是多少呢 魚數呢 是魚兩顆嘛 這個是除法 就是這個N嘛 N嘛 我除以5嘛 酸是Q Q1嘛 那5乘以Q1就是5Q1嘛 就移過來嘛 N-5Q1等於多少 等於2嘛 這個我們叫除法原理啊 好 然後一樣道理 他說 每人6顆會剩下3顆 也就是說 N除以6 就是6 3是Q2嘛 剩下3顆 好 那 每人8顆 8Q3 Q3是3嘛 是3啦 加上多少呢 剩下5顆嘛 好 它這呢 糖果呢 它是3位數 也就是說N 它是小於等於999 大於等於100 那麼它問說 則它最多 帶多少顆糖到學校 最多有多少顆啦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這個除以5於2嘛 那代表不足3啦 不足3什麼意思呢 這個的話呢 我給它加3的話 就可以背什麼呢 背5整除嘛 就是說 我這個給它加3的話 就可以背5整除 叫N加3啦 就可以背5整除 加3的話 那就是5嘛 所以5抽出去的話 就是Q1加1嘛 這個加3可以背6整除啦 N加3 等於6Q2加1 這個加3的話 可以呢 背8整除 N加3 就等於多少呢 8Q3加1 那就是N加3 它是5的倍數 也是6的倍數 也是8的倍數 所以呢 這個N加3 它是5 6 8的倍數嘛 那代表呢 N加3是它的 最小公倍數的倍數 也就是說 最小公倍數多少 最小公倍數 5 6 8 我可以抽出2 5 23得6 24得8 10 10 120 也就是說 它最小公倍數 這是120 就N加3是120的倍數 那我N加3 我可以把它寫成120K 那K是整數了 那我把3移過來 做N等於多少 120K 減3 它說這個N 小的等於多少呢 小的等於999 那大於多少 大於等於100 那我全部給它加3以後 再除120 所以這K 小的等於多少呢 999加3是 1002 120 再除120 120 大概等於多少 移過去 103 103除以120 K是整數 這是0點多 所以K 它是大於等於1 小的等於多少 這個是8點多 你如果呢 1002 120 用8的話 8 86 960 2 42 所以是8點多 8又有120分之42 所以是8點多 8點多 120分之42 那因為它整數嘛 所以K 它是小於等於多少 小於等於8 也就是K 小於等於8 大於等於1 好 那現在他們說 N N的話最多多少 那你最多的話 你當然是帶8是最多 所以這N的話等於多少 120 乘以8 減3 這樣等多少 120 乘以8 286 960 960 減3 957 957 957 所以糖果 最多 是957 顆